一星期一本书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庄泽有言 莫逆于心 遂相遇为友 与人相交 跪在一颗心 心无间隙 不会背带而迟 才能长久地走下去 尤其是人到中年 上有老下有小 生活太多艰难 这个时候 更应该缩减自己的朋友圈 道不同不相为谋 心不同不避为友 这三种人 不会给你正能量 要学会远离 一 占你便宜的酒肉朋友 有些人与你往来 不是吃吃喝喝 就是打牌玩乐 和他们在一起 各种饭局应接不暇 而最后买单的人 却只有你一个 这个世上总有些人 把别人当成傻子 用到你需要你好声好语 你需要他的时候 高高挂起 他和你在一起 你总是做吃亏的那个 他谈便宜 图好处 谋利益 让你烦不胜烦 曾国藩说 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 不可轻取人才 总是占你便宜没够的人 其实没有必要和他往来 因为你在他心里 只是金钱的符号 何况这种人 最后注定会孤家寡人 让人吃亏 自己占便宜 最后一定是让人 看今后远离 再无便宜可占 真朋友 会考虑你的感受 不会总算紧你 占你便宜 让你有苦难言 二 借钱不还的虚假朋友 有些朋友 借你钱的时候 和你称兄道弟 等到轮他还你钱的时候 却总是推三阻四 你和他说缺钱 需要他还 他却几次三番装傻 言笑艳艳 曾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深以为然 你可以装傻 也可以糊弄别人 但一定要坚持 自己的底线 底线内的东西 叫人品 中年的你我 遇到这样 借钱不还的朋友 明明有钱 还要食言而肥的人 有多远离多远 有借有还 再借不难 朋友之间 就该彼此之缘 借钱借出去的是钱 更是信任 信任一旦沦陷 距离也就疏远 那些借钱不还的人 又何尝把信任和情谊 当一回事 三 见不得你好的损友 这个世上有一种朋友 你不如他 还能算是朋友 一旦你比他强 你们之间的友谊 就像嫌疑一样 碰一下就断了 有一位作家说过 有些人 就算你没有得罪他 他也会嫉妒你 诋毁你 甚至想毁灭你 其实你没有罪 罪就是你过得比他好 有些人就是这样 自己什么条件 他的朋友 也要和他一样 容不得比他强一心半点 他们的字典里 有一句话就是 同是一棵树上的花 凭啥你开得灿烂 因为我不如你优秀 所以我也容不得你优秀 就这样诋毁朋友 伤害朋友 甚至做出 有损朋友利益的事 人到中年 酒肉朋友要少一点 离着借钱不还的人远一点 和损友当机立断 别往来 多一些时间 陪陪家人和孩子 才是我们最该做的事 好了 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守候 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文章 欢迎在文章的底部 给我们点个赞看 我是周周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咯 祝大家晚安 好梦